请你做个说明 我先告诉我们 这可不能被你当掉 我没面子 我想这个国民党就来谈 要土地改革 我想原来的基础还是很重要 日本时代土地给你调查得非常清楚 再来是当时 因为我们知道1950年 我们不要忘了 因为那一年的5月19号 5月20号台湾是开始实行戒严 那一年的6月就进行 全台湾的那个什么户籍总整理 所以就是说 政治的力量 政策有的都去你们家走一遍 然后那时候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负责是陈臣 陈臣当时他就在进行 那3.75改革 有的人也是说 我在土地 那也是我们组间开棍 也是我们辛苦买来的 我凭什么要租税 一定要减到37.5 因为真的降的蛮多的 所以很多人也不见得要顺从 所以陈臣好像很想起 他说这个土地改革 一定会让有些人的权益受损 他好像有一句名言说 这个不要面子的人 有啦 但是不要面的人大概没有 那后面那句就严重了 我第一次看这句 惊一条 惊一条 先离后兵 对对对 他说这个就是怎么颇充 他好像去生理会 造极地方祈祷 他说平常的很大大小小 我可以听你们的 我可以依你们的 那这一次呢 3.75简租条例的颁布跟实行 你们一定要听我的 然后加一句 他说我相信 不要脸的人大概有 不要命的大概没有 要求 这两个讲话 对啊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因为375的改革 就基本就变成是一个 改革者跟这个 擁有权利者是 是两个不同的团体嘛 所以说台湾的 比较大的 把我们买不到 如果在台湾的时候 这个地主阶级 搞不好就是重叠嘛 改到自己人 改到自己人 我怎么改呢 就改不来嘛 那来到台湾的时候 那地主是 地主间行令啊 我是外来者啊 而且陈臣本身又是 行政又是军事的将领 所以我来台湾 你改革你的话很快嘛 对啊 然后我们就 如果回到那个时代去看 你刚才说的 1949年5月19号 陈臣发布戒严令 戒严 隔天生效 那个戒严就是后来38年了 对对 维持了38年的戒严 然后我们看那个时候 5月1号 台省举行全省户口总检 对啊 然后呢 总检之后呢 拘捕了1500人 哇 然后5月20号 戒严 扰乱治安者 除死刑 5月24号 配合戒严法 公布出境登记办法 一大堆都出来了 这一连串的威权气氛出来 而且那个时候 在台北 开车 造货 发生车祸的 抓过来 就地枪杰 这都没错 所以那个气氛出来后 你们这些庭主 看你跟他搅拌了 然后大家想一想 哎呦 两年前 228才杀了一堆而已 那这个之后 接下来 又金法审判 哇 很麻烦 好 听他说有一个庭主 很轻松 很轻松 这不可以接受 我们缠这么多 电楼也这么多 三十多个电楼 来来来来 快点 买三十多个雲啊 好 好 快点回家 兩天后 不早就看完 好 某某私生 模范地主 农安地主 容护政府这个土地改革 声明大意 亮板 那也好 对 以其用两一千 一千万 要保养一下 总是要加工 我们就发现有这个作用 土改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我们相信在经济上 它有它的正面 比如说 当时 这个后来是 这个这个 征所土地 给他们这个什么 这个四大公司的股票 他们号称 说从土地资本 转变成工厢资本 像林伯寿 像都政府 这一点可能有它的作用 我觉得更大的作用是什么 把在土地上面的这些 地主阶级 这个也等于是地方上的领导 领导阶级 架空 架空 所以228是一次 用赤裸裸的权力 把他架空 但是土改是 用这样一个 比较漂亮的 把你架空 所以有利于后来的 整个统治 跟地方的控制 我想这个是政治上的意义 我如果再加一句话 就是说 因为我们晓得 其实国民党整个来到台湾 其实外来性很强 所以他借着这样的一个 整个土地改革 就是把地方上 很有可能是可以 对抗 不一定反抗 可以说不只是 不跟他合作抵制的 就等于被 控制消灭掉 然后他的力量 就可以深入到 很基层的地方 我以为 外来者的控制 没有办法在 那么坏的力量 在政府上 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但是呢 就在这一年年底 国民政府全面 撤入台湾 我们等下来看看 测入台湾的国民政府 对台湾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休息一下 等下继续收看 台湾史望春风